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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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愿 醒 这三个字让我的生命 我信佛所说 信佛的真理 阿弥陀佛的真理 愿意修行佛法 圣法和道法 所以 因为信念型 让我的意志力 信心加强 让我的人生改变 民国七十一年我病得最严重 他一点没有救了 因为观世音菩萨一句名言 求准不至求己 求己不至求尊己 你赶快念佛 阿弥陀佛就好 不管那么多 就一直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终于日日夜夜夜 念念不忘 观世音菩萨的真理 求准不至求己 求己不至求真己 终于把我的命救回来了 肉体的生命 延续下来了 灵性的生命 找到永恒的灵性生命 尤其智慧的生命 佛会病 更加的坚固了 我感恩 再感恩 所以在 七十一年的 六月十九日 王燦老祖光降下来 与师父天人合一 大家共同一个本宴 就是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这个简直是一个妄想 但是王燦老祖 盛世了 只要大公无私的祈祷 绝对会满你的愿 满我的愿 怎么满法呢 人难免常常会有失去信心 所以老祖 还是 一直练阿弥陀佛 烦恢夕来咯 怨阿弥陀佛 怨阿弥陀佛 欢喜来了 也要恋阿弥陀佛 不急不躁 也要恋阿弥陀佛 时时刻刻 不要让阿弥陀佛的圣号 离开我们的心 我终于悟了 所以很认真地念佛 阿弥陀佛的圣号 我终于在7月23日 接到法指 要到台东 东部地区 要开启蓝天 我说蓝天怎么在东部呢 脑子不开刺 你不要管 到时候你看了就一清二楚 所以7月23日 我就跟着八位 早期修行的同兄 前辈们 朦朦朦朦朦朦朦的 到台东 北南乡 加利西 上游 眼睛一望 过去 大五山顶 巍巍巍的树立 一座 南天门 南天门坐北向南 我一直 跟着大家 往南天门 就 大五山顶 的天窍穴 走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 到了现场 还是一片的山林 荒山野草 也看不到什么南天门 就有如我们看到彩虹 你看到彩虹很庄严很漂亮 当你走到现场 彩虹又到往前面又是退货 好几百公尺 一直追 一直追 追到天窍去 天窍的地方 大五山 天窍的地方 终于发现 那是一个大宝地 是一个 宽广无比的 南天门 是通往天界的 出入口 静静一看 门近十年 非常牢固的 铜墙铁壁的门 在追汉 又是空空的 没有追 汉 又跑到前面来 我已经 我们一行九人 走到南天门的门口了 把千变万话 不可测 我开始起紧张了 我内心跟脑主禀报 难道我是看到幻境吗 难道我又精神有问题吗 把老祖开示 没有问题 你把他放在心中 往内观 不然 不然 会回忆到天上世界 南天门的境界 一面走 一面追 一面在观想 我们一群九人 看了像登山客 但是 我们所感觉的 所体悟的 已经回归到 百千万年前 一起在南天的时候 他的景象 当时我很高兴 信心起来了 我跟老祖 跟诸佛菩萨 说 若是 这个真实像 让我误了 我下山之后 我会将这个真实像 告知世人 告知世间的人 当时从空中 听了好多的笑声 好 我们也等着你 回到 环间 将天上的 瑞相 来告知 世间人 让世间人 能够了解到 南天门 南天圣镜 所以我也很高兴 很感恩的 一直走 一直的爬 忘了全身的 汗流浃背 忘了辛苦 所以 老祖开市 要找到 南天门 有一个珍珠塞口 把南天门的口塞住了 把这个口 是一个八卦门 这个八卦门要打开 只有王谭老祖 长中的八卦 会打开南天门 会打开南天门 而且五千年 才开一处南天 我越听 越迷糊 竟然 我遇到了 这个 巧妙的姻缘 所以我就请老祖 吃杯 让我能够有所神通 能够打开这个南天门 老祖笑一笑 你会打得开的 那我是怎么打 南天门那么远 那么高 那么大 怎么打 不是在做梦吗 老祖开市 做梦会梦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 梦幻泡营 就这么来的 他当时释迦牟尼佛 万真圣灵 就开始来讲话了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营 如路亦如电 映奏如是观 我说 这不是金刚经 手开市了吗 释迦佛陀 没有错 这句话是释迦佛陀 手开市的真脸 我很感恩的 跪下来 对着南天门顶礼 顶礼才又踩起来 南天门完全消失了 接着换季工 哈哈如来 又要说 空空空 来也空去也空 黄田路上不相逢 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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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我没有执着 为什么还跟我 用这个方式来嘲笑我 我很悶悶 过了一下子 老主就 老主就 开始了 刚才你看了不是 很庄严的南天门吗 现在也不见了 那不是空吗 事先的一切尤为华 都是空向 所以会空空空 买也空 你还没来这里前 南天门 南天门也是空的也没有 南天门也是空的也没有 你在这里看到了 冷静一下再看了要摸 摸也摸不到 也是空的 所以我终于明白了 一切幻化 就有着人生的幻化无常 在很多很多的景象 我一直 懵在我的脑海和心田 一直想讲 我怕讲出来的时候 同修弟子说 我遇到一位 有问题的师父了 所以我也不敢讲 这一切世间的事情 幻化无穷 幻化万千 今天是我们的 明天已经是别人的 所以 四十年来 祝我菩萨的视线给我们 都是一种教育 从南天门回来 半路上我就发愿了 我说我的愿意 发愿要弘扬 中华文化道童 《易经风水学》 和宗教 这个打字会 在世间 让世间 人更多的人能了解 了解这个真相之后 他能够 超越 跨越 自己去体会 真实相 这人生最宝贵的 所以整个开启蓝天正门 我会在今年新丑年 久久华会 我会一五一十的 用我的口 把它说出来 让我们 微信地址 跟着我修行的 了解更多的 世间真实相 能超越 真实相 这要从愿意开始 所以愿意的 真假 也没有真也没有假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这个是姚慈金母 时时刻刻来 所以对我的提醒 真都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这即是人生 所以我以这一句话 时时来做 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子们 大家要有见地 要有智慧 你才不会被真真假假 手细弄了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闲事 和各位时光山珠寺 新初年的九九华会 我们已经在今天深谈了 总共九十九天的 说法 我会将从民国七十一年 以王产老祖天人合一之后 我会一无一时地 将这一些点点滴滴的 人生陈寻意 产售引进 rament 缓辑给各位了解 一边讲故事 也一边讲真实的 一边讲真实的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們,大家靜心把他接好, 幾一換三,九九法會從民國82年佛誕開始, 在彌陀講堂, 舉辦到第一壇的九十九天的法會, 圓滿之後晚上在仙國寺全山繞活, 念活繞活, 他們一步一腳印的繞, 整個到了極樂店, 把兩隻腳走不動, 我的內心說不出的感動, 這個極是人生修行的一個轉換點, 所以從此之後,每十年舉辦一次九九法會, 原來從十年一次九九法會,到去年, 每年的阿彌陀佛佛誕,都要辦一場九十九天的法會, 來超渡三界萬人,超渡夠姓氏,列祖列宗諸祖靈, 尤其其中一項不可思議的真實意, 就是超渡超渡, 從南天而降到我們各位的列祖列宗諸祖靈, 來從南天,去從南天的真實意啊, 終於我明白了, 尤其在去年庚主年的武漢會員, 世界那麼嚴重, 唯獨台灣這麼平安, 這個漢, 南天,開啟南天, 南天三十三天王, 都大死大悲, 有相當相當的關聯性, 所以在四十年來, 每當天下有災難, 黃山老祖盛世, 要帶領所有維新賢士一京大學的同修弟子, 大家來恭送, 揮鼓宣書天德星, 每當天下有災難, 無論在哪一個國家, 雖然我們在台灣, 我們把那個國家, 無論在地球的哪一端, 調請到殘岐山先摩士來, 我們依法修行依教奉行, 並恭送天德經的功德來回向, 結果都是平安的, 我們感恩, 這是王燦老祖的天灰耶, 沒有參與一起修行的人, 會打妄疑, 一直指責我在講故事, 但是故事還沒結束, 所預定的消災化解方向, 目標, 也都依照經文經寶, 王燦老祖諸佛菩薩, 南天三十三天王, 所盛世的法義來修行, 結果都是圓滿的, 非常感恩, 所以四十年來, 到現在有四百多件的功德天, 由本維新聖教各單位, 分別負起這個責任, 立行天命, 在王燦老祖, 倒架持航在台灣, 在地球沙佛世界四十年, 幾乎沒有停過的消災化解, 在法義, 我們的維新聖教患變協宴的法師, 宋興師, 被我抄得, 喘不過氣來, 雖然是很辛苦, 但是, 這正道, 行道、宏道的真實性, 不是一般人所能夠理解的, 只要大家平安, 自己也平安喔, 好, 這個就是我們, 維新聖教, 修行的大方向, 立他, 立生, 立全民, 不要去分別哪一個國家, 不要受政治的, 某某考考, 讓我們, 應該盡得責任和義務, 停頓下來, 所以王燦老祖, 開宿我們, 開宿我們, 我們要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必定能夠圓滿的啦, 所以開天九大菩薩, 在義皇大帝, 以, 九龍, 精確, 做權, 他各自表示, 以個人的, 見地, 怎麼樣來轉為為安, 扭轉乾坤, 讓世間人, 能夠共同發落, 每個人內在的潛能, 和王燦老祖的妙智。 所以王燦老祖, 開宿了, 他三千年前, 江子牙, 封神三百六十五個位, 神格神位, 如果現在王燦老祖, 寶教此行, 是要來封靈, 封我們的靈性, 大家能夠成勝成賢, 成佛成道。 才有王燦老祖, 國位咧, 是天上界, 列祖列宗諸諸諸諸諸諸, 天上世界天神, 所共同讚嘆的, 地獄界, 六道群靈, 所恭敬的, 唯心聖教, 唯心賢士, 八德賢士的國位, 多麼的莊嚴。 所以這是百千萬劫難遭遇的, 上聖機會的, 落在我們的身上, 落在我們的時代性。 所以我才鼓勵大家, 唯心地址不要隨便推到。 推到一時, 但是你會後悔一輩子。 所以這一點呢, 今天九九法會, 我特別為各位聲明了。 每個人的本念, 共同本念就是天下太平。 至於還有其他的願力, 各有不同。 各有不同。 有的化驗, 要生了很多女兒給人家當太太。 有的發驗, 要生很多男生。 許別人的女兒來當老婆。 生更多。 生更多的孩子來立民立國。 有的願意, 希望賺很多錢。 有的要蓋很多廟。 養賢, 那賢敘才。 有的想要當大官。 我要幾顆星幾顆星。 各有不同的本願。 那些願。 那些願很容易就消失了。 能夠永恆存在的, 好好修。 當下姓成、火成、聖成賢。 八德賢士。 忠孝忍耐、信義和平。 八德賢士。 是我們來世間上最尊貴的寶物。 好。 所以我希望, 大家既然有緣喔。 齊姬一堂, 來共修。 那就好好, 把忠孝忍耐、信義和平。 平心賢士, 都果味拿下來。 把它圓滿喔。 好。 到最後, 最後, 聖心賢士, 佛心賢士, 四十八年。 這是人生最尊貴的。 比一個總統名位還尊貴。 八德賢士, 都果味是不生不滅的。 是永恆的。 是永恆的。 是些名相的果味。 很快就會消失了。 所以老祖在六年前, 做了一首紀文, 我們。 人生百銳一場空, 名利富貴不相逢。 放下我職, 隨佛去。 往生淨土, 吉六佛。 善哉, 南無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我們的本性。 我們的靈性的至高境界。 人人都可以得到阿彌陀佛的果位。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要得到這個果位。 不是人人哪所順所可得? 必須要有力行。 所以我們的人生修行, 非常的重要。 那麼我們今天在九九法會, 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租今年做前, 我們發願要修成正果。 這是我們最有意義的真實意和價值觀。 在信念行, 運, 是我們的基本條件。 行。 要去立行。 要用心的去行。 不要等錢四肢。 雖老主還是我們, 人生百歲一場空, 名利富貴不相逢。 放下我子, 隨佛去。 往生淨土, 雞肉果。 住我們的家。 這個是真實意的, 我們的家。 你要回到真實意, 永恆不滅的家。 希望極樂世界阿美陀佛的家。 是我們共同的家。 要開始我們要先從信開始。 有信了也要發願。 願意生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美陀佛的家。 那樣, 行。 這條路很長。 我們一步一腳印的走, 一定會走到。 只怕我們站在那邊空潭, 永遠還是站在那裡。 沒有辦法走到我們的目標終極點。 這就是我們修行的法則。 當下九九法會。 連座上的列祖、列宗、朱祖靈。 也是一樣。 要行。 信念。 一旦生。 沒有行動去走, 還是回不了西方極樂世界的家。 所以我也歡迎過節。 你們可以來參加這個九九法會。 九十九天的法會。 每天要供養栽串三餐。 每天要誦經來普世。 這個是一般人手無法辦到的。 我們為軍政教。 我們為軍政教。 辦到了。 所以。 黃山老祖都大悲願。 每天。 所行的。 所證的。 都是給我們心安。 要達到心安。 要先從信念行開始。 所以今天。 我法會開始。 我就跟各位來闡述。 信念行。 明天。 明天。 開始。 我們會進入。 開啟南天。 九大菩薩。 開示的真言。 祝福各位。 我們現在來回向。 回向。 願禮食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溫。 下祭山土福。 下祭山土福。 環有建文者。 環有建文者。 西花菩提心。 西花菩提心。 同生吉樂國。 同生吉樂國。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祝福各位。 謝謝阿彌。